好来我们看第17题 它叫你找它LCM of 5跟12 So 5跟12的情况之下我就除5 155然后12 然后就直接12E 1212 所以我的LCM呢会是等于5乘以12 然后我拿到的是60 OK然后第18题的情况之下呢 它叫你prime factor of 84 所以84我除2 然后就42 然后我再除2 就21 我再除3 3,7,21 然后再除1,7就1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prime factor呢 会是等于2,3,7 我拿一次就好了 OK 所以它的prime factor是2,3跟7 OK 找prime factor最快的方法就是这样做 然后第19题 它叫你找HCF48跟64 48跟64找HCF最快的方法是这样 2就24,2就32,2就32,然后再除2,12,然后16,然后再除2,622,86,再除2,然后它这一边就34,OK 没有HCF 记得HCF是howland的 howland呢是没有异样的就可以听了 所以我的HCF呢会是等于2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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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16 OK 然后第20题呢 它说它是prime number的情况之下是不能够被那个整除的 所以我们的prime number 2,3,5,7,11,13,17,19,23,29 OK OK 27可以被3整除 29 然后下一个是31 OK 等等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17的前一个是13 然后23的后一个是29 OK 所以你的p是13 你的q是29 所以你的p加q是13加29 然后就是42 所以答案是42 OK 然后first three common multiple of 4,6跟9 so我找HCF跟4,6跟9先 我出2 没有 我找他LCM先 我出3嘛 出3 OK 我出2啦 出2 出2 2,2是 3,6 然后9照写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小的号码这样除起的 如果你一来又除4的话 那就很危险 OK 你就会这边的2没有除到的 然后接着你再除2 1,3,9 然后接着你除3 所以我有跟我的学生讲 当你不熟的时候呢 你应该是要用那个最小的prine number来做起 所以我的那个LCM呢 会是等于2乘2乘3乘3 然后所以它就会变成36 OK 然后接着呢就36的2倍72 然后36的3倍108 所以这边乘2 然后这边乘3 OK 所以它答案就36,72,108 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你要用listing method的话呢 哇 超超麻烦的 4的倍数 4,8,12,16,20 然后这样继续到36 然后6的倍数list完 然后9的倍数list完 这样很麻烦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你找LCM 然后LCM乘2 LCM乘3 那就可以了